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灭子爵出手 化作一捧血色轻雾 迎着那一片飞虫飞了过去 悄无声息就像两团雾气悄然融合 没有发出丝毫的声响 然而那灭子化作血雾 如同恶魔张开了一张巨口 无声无息中便将那些小飞虫吞噬殆尽 于是未消 继续向前 飘飘荡荡 落在山谷中央 片刻之后 血雾消散 定睛在看 地面上竟然出现了一片荒芜的沙地 那原本横卧遍地的僵尸和那些已经站起来的骷髅 已经无影无踪了 连同地面上的荒草枯枝败叶 尽数消失 我当场呆住了 这是灭子却的威力 消失了 一切都消失了 灭子却所过之处 寂灭一片 当年爷爷施展灭子却的景象 再次出现在脑海里 似乎没有这么变态吧 周围一片寂静 小白抱着天尸骨也傻眼了 伤骨中威风掠过 带起一股异样的感觉 这伤骨之中 此时竟如同人间地狱一般 遍地尸骸 阴森可步 虽然知道 这些尸体早都已经死去多年 但是心头还是有些变了 只是那个马九却没有再说话 我深吸口气 往山谷深处看了一眼 正准备动身去找马九 却在这个时候 听见骨口的风响 传来砰砰两声枪响 冷清阳还在那边呢 小白 你们在这里观察情况 不要惊动任何东西 也不要靠近那片谷物 我去看看 说吧 我跳下高坡 拔脚就往谷口跑去 那片谷物飘飘荡荡 根本无法知道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冷清阳 虽然有那颗珠子护身 但是这么久了才听到枪响 我也无法确定它到底怎么样了 这时刚好跑到谷物外围 我停住了脚步 才想起来 那珠子已经给冷清阳了 我现在要是冲进去 无疑就是送死了 迟疑了一下 我又想起了那灭自觉 忽然想到这谷物和那些飞虫一样 都是谷王弄出来的谷毒 那么 飞虫可以消灭 这谷物是不是也可以灭呢 想到了就做 我立即出手 血域斑指鸿芒一闪 又一个灭自血咒再次成形 我像之前一样 将灭自血咒推出 邓石化作一团血物涌入那一大片的谷物之中 立竿见影 一大片谷物立即在血雾中消失了 我心中一息 却见那灭自血咒 化作血雾向前吞噬了一段 就缓缓消失了 这都没什么 只要是方法奏效就好 我心里盘算着 立即又画出一个灭自血咒 双手一推 历时又是一片谷物消失 我哈哈的笑了起来 谁说寒家禁忌师对谷毒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这灭自血 当真是无往不利啊 我当机立断 接二连三的打出好几个灭自血咒 那片谷物被灭自血咒逐渐的蚕食 很快就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 我再要画出血咒 却忽然想到 他们原本在这谷物里面相斗 但是我用这灭自血咒 若是撞到冷清阳和谷王的身上 他们不会也消失了吧 想到这里 精神微分 脑中顿时一阵悬晕 刹那间 只觉身上似乎精血似乎都要被抽干了 忙强行停了下来 低头一看 血于斑纸上居然有点点的血迹滴落在地面上 竟似无法停止 我顿时愕然 忙伸手把血液斑纸摘下 那上面几乎已经让这个血液浸泡了一半 滴滴答答的鲜血不断地滴落 奇怪的是 我明明已经把这血液斑纸拿下来了 但是里面的鲜血还是像水龙头没关似的 几乎都快连成串了 我心中骇然 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 拿下血于斑纸 还出现了这种情况 这 这得吸了我多少血呀 我愣在原地 那血液足足地滴了一分钟 才缓缓停下 我不敢再戴在手上了 心绪不宁地往前看去 就见谷口那一团谷物正在缓缓地散开 我这才发现 原来冷清阳和谷王早已经出了谷口 站在外面的山坡上 我并住了呼吸 趁那谷物消散 一口气冲了出去 再定睛一看 这两个人相对十余米 垂手而立 四目冷冷凝视 却是一言不发 冷清阳面沉似水 手中枪筒下垂 一缕墨黑色的血 却从手指流淌滴下 从那枪筒滴落 那颗欧阳阳的珠子已经掉落在地上 对面的谷王也是一动不动 胸口却有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大弹孔 他面色惨白 牙齿不住打颤 身前的地上 一个通体银白的虫子仰面朝天地死在那里 我大吃一惊 看着情况 他们两个人刚才应该是两败俱伤 我冲到冷清阳的身边 急道 冷爷 怎么样 冷清阳不语 不动 目光却转动起来 示意我快些闪开 我看懂了他的意思 却不知道他究竟是中了什么蛊毒 俯身就想把这个能避毒驱毒的珠子拿起来 谁知就在我俯身的一瞬 从冷清阳的手里 突然就窜出一条红色的闪电 我的手刚抓起珠子 那红色的闪电就已经窜了上来 不 那不是什么红色闪电 我虽然没看清那是什么 但一定是古王的诱于奇毒之物 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 我急中生智 把那珠子顺势丢了过去 那红芒刚好窜过来 不偏不倚的 被那珠子丢个正招 立即发出嘶嘶的叫声 扑通翻落在地 我侥幸避过一劫 低头一看 那却是个通体血红的小蛇 大小仅有半尺 如筷子粗细 我这珠子丢过去 竟刚好落入这小蛇的口中 当真是无巧不成书 想必这小蛇刚才也正好张开大嘴 想来咬我呢 但是那珠子丢过去 却偏巧质重它的口中 蛇类的天星自动就给吞了下去 这小蛇显然是奇毒无比 但此时吞下最能驱毒之物 两下相克 邓石在地上挣扎翻卷起来 再看古王 脸色突然变得一片灰白 口中发出一阵咎咎之声 似乎在呼唤那小蛇回去 但那小蛇现在就跟闹肚子差不多 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哪还能回去啊 古王手捂胸口 另一手取出一个小盒子 放在地上 里面立时散发出一股奇特的香气 那小蛇闻了闻香气 嘶嘶而叫 挣扎着翻腾跃起 似乎想要回到那盒子里面去 但是刚跃出去两米多远 便利尽掉落 啪了一声 再次摔倒在地 身躯扭动了几下 便肚皮朝天不再动了 古王发出一声绝望的吼叫 忽然张口狂喷出一口鲜邪 旋即转身就跑 但是步伐量强 显然已经是强弩之末 我哪里会容他再跑掉啊 探手抓出一枚镜子绝毫不犹豫地打了出去 嗖的一声 郑重他的背心 那镜子绝突然爆发出一片鸿芒 把古王罩在里面 古王惨叫一声 再跑出去两步 终于翻身扑倒 镜子绝历时便像一个嗜血的毒蛇迅速地蔓延开来 眨眼间就包裹了古王的身子 一片鸿芒闪烁中 便什么都看不清了 我瞪大了眼睛 惊讶地望着这一幕 片刻之后 镜子鸿芒渐渐消散 再看在地面上 只剩下几块碎烂的衣服碎片 古王居然是血绒体骄 在镜子绝的威力下 彻底消失了 就在这时 我明显感到了手中抓的血液斑纸 没来由地发出一阵阵异样的轻颤 却只是一瞬 就恢复了平静 我跑了过去 看着满地的血污 心头的亥然比起任何时候都有强烈 这是我用镜子绝杀掉的第一个禁忌者 可是为什么 古王会消失呢 溶解又是为什么 我手中的血液斑直 居然会有感应 我无法理解 无法想象 待了片刻只能返回 再找那红色小蛇 却也是已经溶解了 地上一颗灰色的珠子静静的躺在血污里 上面隐约的出现一抹血色 还有那个银色的虫子已经溶解不见了 只剩下一滩绿色的液体 那狂傲不可一世的古王 居然就这么被消灭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旁边传来扑通一声 我盲抬头看去 却是冷清阳 仰天栽倒 我吃了一惊 这才想起来 刚才他一定是被那小蛇咬中 齐毒攻心 此时栽倒 恐怕已经是 不过 当我跑过去时 才发现 这家伙躺在那里呼吱呼吱的 穿着粗气 我抓起他的袖子一看 他的手臂上伤口里 流出的却已经是鲜红的血液了 我松了口气 正想问他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旁边忽然传来小白的叫声 小哥 你看 我把谁给你抓害了 我扭头一看 顿时又惊又喜 就见小白正从这骨口跑了过来 而可可的手中提着马九 跑在他的前面 几个纵月就到了我的面前 可可把马九置在地上 一只手却死死的扼住了他后脖梗 马九脸色灰白 面目猙獰 一双眼睛四处扫尸 似乎还在找他的搭档救他呢 我走了过去 指了指古王死的地方 那一片血污狼藉对马九说 你就别想着还会有人来帮你了 俗话说多行不义 避自避 你那个搭档已经掀你而去了 你们把这么多原本已经沉眠的亡灵都给惊扰起来 折腾个遍 啊 这就是你们的报应 我顿了下 又问他 项羽被你们弄哪儿去了 你说出来 对你有好处 马九眼中掠过一丝凝刺 狠狠道 我无话可说 算你们几个有种 有本事 你们自己去找那个项羽 我就是不告诉你们 今天落你们手里 要杀要寡随意 老子这辈子也算活够了 我无语了 对可可挥了挥手说 给他的痛快了 好歹这里是骗乱藏缸 待会儿把他跟这些僵尸埋在一起 如果这些僵尸地下有灵的话 我想也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一句话也不想跟他多说了 这种人活着就是祸害 我现在彻底明白了 除恶就是行善 杀一个恶人就能救无数好人 对他们心思手软 指望他们改邪归正 那纯粹是对牛弹琴 可可面露杀气 手一扣 就准备将这马九脖子扭端 却在这时 山坡上有人喊了一句慢着 我转头一看 就见前方的空气中 突然一阵扭动 紧接着一个熟悉的 却无比可憎的面目 出现在眼前 居然是医生 我倒不感觉意外 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不过我却忽然想起了什么 挥手制止了可可 蓝身在马九身前 打量了一下医生 说道 看来你的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了 何苦跟着这帮人混呢 他被我的话弄得愣了一下 说 什么意思 我指着他身上 说 从我见到你的时候 你好像就没换过衣服 我很好奇啊 你不喜吗 医生瞪大了眼睛 跟看怪物似的看着我 看了半天 又低头看看自己 甘笑道 你好像不是个喜欢说废话的人 我笑了笑说 你却是个喜欢说废话的人 为了避免你先说 我干脆堵了你的嘴 说吧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是不是将你同伙快完蛋了 出来营救 医生说 我并不是来救谁的 我只是想告诉你 现在你还不能杀他 我咒了一下没 废话 你这不还是想救他吗 不过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你告诉我理由 我为什么不能杀他 医生没有直接回答 却是往山谷里看了看 往那边一指 说 因为他 我以为他又想转移我的注意力 并没回头 哼了一声说 拜托 你能不能换个花样 你以为这样 我就相信吗 医生双手复后 摇头道 难道 你连回头的胆量都没有吗 我又想说什么 然而此时小白 却哑然道 嘿 是他 我微微一愣 这才忍不住的侧头去看 就见到骨口 果然缓缓地走出两个人来 一个人穿着绿色衣服 正是医生的那个师妹 承越 他的手中 扶着另一个人走出 却是我们正在寻找的 因为追踪古王和马九而失踪的项羽 我顿时惊讶 一时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医生说道 他中了马九的化骨粉 虽然没有死 但是浑身骨软筋断 你要是杀了马九 你这个朋友可就没救了 他的话让我将心将意 但是看看项羽 又的确诸他所说 我迎了上去 远远地大声问道 项羽大哥 你怎么样了 他听到我的声音 略略抬头 但似乎已经无力说话 承越把他扶到我们进前 把他放在地上 我忙俯身又问了问 项羽大哥 你怎么样了 这次他总算能发出一点声音 但却断断续续的说出化骨粉三个字 就再也没力气说话了 我心头怒气 冲过去一把抓住马九 喝到化骨粉解药拿来 马九神情复杂 面容上却是挂着冷笑 说化骨粉 根本没有解药 这就叫一命换一命 我死了 也要拉你们死一个 我饿住他的喉咙 狠声道 你放屁 你做过那么多的药粉 当年你就说过 你能害人 你能救人 怎么可能没解药 拿来 一命换一命 我不杀你 马九却凛然不惧 一副誓死如归的样子 冷笑道 我的贱命不值钱 没什么换 再说了 当年我还做一些救人的药粉 可你们却非要跟我捣乱 所以我干脆只做害人的药粉 嘿嘿 你想要化骨粉的话 我可以受你为徒 教你怎么做 不过解药的话 没有 我还要逼问 冷清阳在身后 不知何时站了起来 沉声道 让我来 我知道 这种人怎么对付 冷清阳的脸色 还很难看 看上去很虚弱 但是我知道 古王已经死了 那个剧毒小蛇也死了 这样的话 他所中的毒 会自己消失 现在 虽然他看起来很虚弱无力 但是已经并无大碍了 医生站在一旁 双手复后 静静地看着我们 什么都没说 承越把项羽放下之后 也走了过去 冷清阳一言不发地 走到马九身前 一伸手 就从他怀里拿出了一个纸包 层层打开之后 盯着里面的灰白色粉末 似笑非笑地问马九 化骨粉 马九不言语 但是脸色已经变了 冷清阳自顾地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你最后一包存货 我知道 这东西你恋之不易 你也挺辛苦的 不过我想 你这辈子 恐怕还没尝过化骨粉的滋味吧 怎么样 要不要在你临死之前 我帮你完成一下心愿呢 让你自己也感受一下 马九还是不言语 一双眼睛死死地 盯着冷清阳手里的纸包 似乎想要挣扎 但是却被可可牢牢摁住 双脚被可可踏住 双手被可可拗在背后 伯耿更是被可可死死地扼住 根本无法动得真好 冷清阳哼了一声 抬头对可可说 麻烦你 按住他一只手 我先看看 一个人的手 是怎么被慢慢化掉的 可可不言语 目光中闪过一丝金光 随手把马九给放倒 一只手探出 马九一声惨叫 拼命挣扎 但在可可面前 完全是一只丑陋的小老鼠 一切的挣扎 都只是徒劳而已 冷清阳踏住他一只手 拿起纸包 缓缓地靠近 轻轻地抖落着 让纸包里的画骨粉 缓缓弹落 一点点地接近马九的手上 他脸上挂着残忍的笑意 语调确实很平静地说 哎 这消极事故的滋味 估计很爽 我倒是很希望 你有我们那位神母门相爷的那般本事 哦对了 我差点忘了 这画骨粉是你自己制作的 它的功效想必你应该更清楚 嗯 看来 说不定你会有抗体 那就让我先试试 你说 你想从哪根手指开始实验呢 冷清阳不断地抖落着画骨粉 在马九手掌上缓缓一动 脸上挂着微笑 口中轻声低语 但给人的感觉 简直就是个笑面死神 马九的额头终于渗出汗来 他拼命咬着牙不说话 冷清阳忽然变了脸色 目光中杀气毕露 冰冷的声音说道 既然你不说话 那我就自己选了 待会要是很痛苦 你可千万别叫出来 说着就要将画骨粉倾倒而出 但却在这时 马九杀猪般的大叫起来 解药 解药 欢迎收听长篇灵异恐怖小说 禁忌诗 作者吴依仙 演播泡芙先生 懒人听书 荣誉出品 第190集 冷清阳停住了动作 看着歇斯底里的马九问 解药怎么了 解药 解药我需要时间调配 马九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声音 看来恐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就算他再阴狠毒辣 也有他怕的东西 此时马九的心理防线被击破 已经彻底的胎软在地了 我暗中冲他竖起大拇指 冷清阳嘴角微笑 露出一丝笑意 问 调配解药需要多久 马九思声道 如果材料齐全的话 一天就可以 但是前提是材料齐全 他刻意强调了材料齐全 冷清阳皱了下眉 又问 项羽现在是什么情况 能撑多久 马九略微侧头 往项羽那边看了一眼 横声道 他全身都中了化骨粉 按理说早该化成浓血 但不知怎么就撑住了 不过 要是没有解药 他再撑一天 皮开肉绽 再撑两天 骨头发黑 等到第三天 就是有解药也救不了他了 冷清阳眉头再重 从身上取出一副手铐 把马九靠住 说解药方子 告诉我 我马上去弄 但是你给我老实点 听好了 我如果一天找不到解药材料 就断你一只脚 两天找不到 就断你一只手 到了第三天 这包化骨粉 我还给你留着用 马九黑然一笑 一副看破生死的样子 却是滴滴的 对冷清阳念叨一阵 想必是说那解药的材料 冷清阳罩着眉 一一记住 忽然喝道 你敢耍我 马九哼了一声说 材料就是这些 你不信拉倒 大不了 我和他一起玩玩 冷清阳眯着眼睛 冷声道 明天日出的时候 如果凑不到材料 你这只脚 就将离你而去 他说着 突然抬脚 用力在马九小腿上 踹了一脚 就听咔嚓一声 马九惨呼一声 叫道 哎哟你 冷清阳仰头道 我什么我 为了防止你逃跑 我先断你一条腿 反正我明天 要是找不到材料 你这条腿保不住 就当先收点力气 马九疼得满头大汗 咬牙道 你他娘的牙够狠啊 老子遇见你 算是倒了没了 冷清阳不再理他 走过来说 这家伙 没多大本事 除了恋人骨头害人 基本上就是了费用 我担心道 那你打算 把他关在哪儿 刑警队 他摇头说 不行 刑警队 进去中意 出了难 再说 这种事 也不能让人知道 把他关在刑警队 我还怎么收拾他 要知道 我他娘的现在 是被停职阶段 我咒没问 如果要是想方便的话 就不如把他带进城 要不就锁在这里 派人看着他 他想了想说 不行 你忘了 他有同伙了 这荒山野岭的 夜长梦多 反而容易出事 我看 这事还得找你那个 狐狸精姐姐帮忙 他那里一定可以 我恩了一声说 这倒是不错 不过 他最近有点忙 待会儿我先问问他 对了 我忽然想起了医生 抬头道 你干得不错 就算是救了你同伙一命 他翻了翻眼睛说 第一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第二 我不是救他一命 是救你朋友一命 如果等你朋友救过来了 你随便宰了他 我也不管 我纳闷道 我很好奇 你和他 到底是什么关系 既然和他们 搅在一起 又特立独行 但你究竟要干什么 之前 你又为什么要害欣雅 害他 我什么时候害他 医生抬了抬手 一脸无辜的说 你少装算了 前几天难道不是你 拿了一个 装了他魂魄的磁瓶给他 结果里面藏有血魂骨 欣雅魂魄力 被蛊虫侵占 直到我来到这里之前 还一直昏迷不醒呢 啊 居然有这事 医生哑然道 但随即翻了翻眼睛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忽然哼了一声说 一定是那个蛊王 趁我不注意 偷偷下的蛊 这个该死的家伙 不过 他现在已经死了 蛊虫自然消亡 想来西雅现在多半已经没事了 我无法判断她说的是真是假 但看她的神情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多半是假的 我懒得跟她多说 想了想 对她说道 我现在要找南宫飞燕过来 你上次参与了攻击虎骨的事 如果你想当面和她解释解释 那你就留下来 看在你刚才及时的拦住我 杀马酒的份上 我这次可以两不相帮 但是你要是怕她收拾你 现在最好就离开 否则我不保证你的安全 医生一阵大笑 摇头道 可笑了 我告诉你 当日要不是有我暗中帮忙 你们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站在这里和我说话 还有 那个傻乎乎的小子 你当日去搬救兵 途中遇到袭击 是怎么跑出去的 难道你忘了 我顿时愣了 他说什么 他暗中帮我 你说清楚点 你什么意思 我大声问道 医生哼了一声 又对我说 蠢货 那次你去救南宫飞燕 在烂尾楼里 要不是我故意掩开那群人 又假装被你派出的小鬼 带着兜了一圈 你以为你会那么顺利的 进去救人吗 哼 早就被暗中伏击的人 一枪爆头了 现在还在这里大言不惭 他这番话一说 我完全就蒙住了 他的意思是说 他一直就是在暗中帮我 可这不对吧 我怎么清楚的记得 这家伙一直充当的是 反派角色 一次次的和我 抢夺轮回镜 还有鲁班天书 要不是他 养老先生也不会去世 后来 他更是和金刀门勾结 又和福元柴的人混在一起 和这古王马九 还是不清不楚 可是现在 他忽然告诉我 他一直是暗中帮我 我脑中瞬间就转了无数个念头 他所说的话 一幕幕的闪现 却怎么都是 感觉不可思议 当下我抬头道 你少来忽悠啊 医生 你这是看着这些人树倒湖村散 一个个的完蛋了 想来我这得讨个好嘛 你以为你说的 我会相信吗 医生双手付后 脸上又挂上的那招牌式的微笑 翻了翻眼睛又说 随便你信不信 抢夺轮回镜啊 那自然是有我的目的 不过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既然你不相信 我也没有必要跟你啰嗦 反正严禁于此 但你别以为古王已死 马球已成为阶下球 金刀门元气大伤 你就能耀武扬威了 福元斋的真正目的 和他们暗中的手段 你连想都想不到 哼 画个头一半句多 你小子自己慢慢玩吧 告辞 曾一手拉着成月 倒退两步 身后便出现一道黑洞 两人不再言语 一步跨入其中 黑洞缓缓消失 两个人便一同失去了身影 他走得倒是干脆 我却被他的话给震惊了 半天都缓不过神 冷清阳也皱了皱眉说 这家伙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 我微微叹息道 哎 我也有点听不懂 有点乱 小白 他刚才说你班旧兵 遇到袭击 是怎么回事 小白在旁边听了半天 也是一脸迷糊 门言挠了挠头说 这个嘛 那天我和结余去找司徒先生 中途是遇到了金刀门的几个人偷袭 我们解决掉两个 但其他的人却被一个没现身的人给干掉了 我们当时以为是胡胡的人帮忙 没想太多 怎么听他的意思 那次是他暗中帮忙 我看着医生消失的方向 眉头拧着一个大嘎的 对于他的话 我实在是不敢相信 这么久以来 我已经没少吃亏上当 我可不想再被他糊弄一次 到头来又吃亏 又给自己找麻烦 算了 不想他 冷爷 刚才马九说的解药材料 你都记住了 我问冷清阳 他点了点头说 材料没有很复杂 几种草药虽然少见 但是能搞到 不过他说了一样东西 确实很为难了 是什么 我再次问到 冷清阳皱了皱眉说 那一样东西是 孔雀胆 孔雀胆 我顿时恶然 那不是一种剧毒之物吗 没错 是剧毒之物 所以我才奇怪 不过 要从以毒攻毒的角度来考虑 也有可能 但是这孔雀胆 却是罕见 从来只是在传说中出现过 现在 要想在一天之内找到 恐怕 小白查考道 孔雀胆 那还不好弄啊 去动物园啊 要不我们那个游乐园里 也有孔雀 我给经理 多多塞点钱 让他把这个 孔雀胆给弄出来 那不就结了 冷清阳瞪他一眼说 孔雀胆 可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的 并不是孔雀的胆 那只是一种 很少见的毒虫而已 而现在 在咱们北方 根本没有 这恐怕 他说到这里 忽然眼睛一亮 对了 或许 咱们可以找他帮忙 找谁帮忙啊 我疑惑的问道 冷清阳神秘一笑 却抬起来那颗 掉落在地上的珠子 缓缓的说 找他帮忙 我不解到 找他 什么意思 你莫非是说 找这珠子的主人 冷清阳点头 不错 这恐怕 就是咱们唯一的办法了 他这一说 我顿时想起了 这珠子的主人 也就是那个 红衣少女 欧阳阳 他虽然 目前对我来说 是来历不明 但是 显然和冷清阳认识 而且啊 他又能解读 和必读的 这宝贝珠子 甚至连古王的 齐毒 小红蛇 都被他磕死了 那么 他肯定是一位 独道高手 或者是医道高手 当下 我便问起那红衣少女 究竟她是什么来头 冷清阳却笑而不答 只说 等找到了她 你就知道了 想不到 他还跟我卖了个关子 于是我便打电话 给南宫非燕 请他马上 安置马酒 他一听我干掉了古王 还活捉一个 很高兴 当即 答应 马上便带人来 我们只等了 大于一支烟的时间 南宫非燕 就带着几个 狐足的人来了 不过这次 却不是那几个少女 而是几个体态 非常俊美的男人 是我从来都没见过的 狐谷里 居然还有男人 我愣住了 南宫非燕走过来 悄悄的掐了我一把说 看什么看啊 对男人也感兴趣了 我吃痛的低笑道 别闹别闹 我只是好奇 他们是什么人呢 笨蛋 你以为狐狸精 就只许有女的吗 他们也是狐足的 只不过天虎谷 是我娘 我们住的地方 所以才都是女的 他这一解释 我才明白 感情狐狸精 有男也有女啊 不过 想来也是废话 狐狸精 要是没有男的 那那些小狐狸 都是哪来的 我简单的 问了几句 狐狐的事之后 就把这些天 关于我们和 古王之间的事情 说了一遍 南宫非燕 听的是柳梅道书 兴演元征 最后 听到我已经 把古王给除掉了 这才笑眯眯的 拍了拍我说 不错不错啊 干得好 对这些坏人 你就不能太过 心思手软 要知道 杀一个坏人 能救很多好人啊 我苦笑道 是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不过旁边那个 就得麻烦你 帮我看管两天了 项羽种了 他的化骨粉 我们必须找到 他的毒纹配方 才能救项羽 化骨粉 好吧 我知道了 那就按你说的 我先把他 关在湖湖两天 你放心 他绝对跑不了 有任何事 及时通知我 南宫非燕说着 便用手一指 马九身上 邓时出现几条绳索 把他捆个 结结实实 南宫非燕 又一挥手 旁边几个男狐狸精 立即扑上前来 有的扯手 有的扯脚 把马九给抬了起来 颠颠的走了过来 他们这动作和架势 我看着很眼熟 仔细回想了一下 嘿 这不是那几个 送我上山 抬轿子的狐狸精吗 南宫非燕又走到 项羽的身前看了看 面色凝重的说 他这情况 的确不好 化骨粉 消极荣骨 如果 不是他有一定的功力和道行 现在早就是一滩血了 或者是白骨一堆 这样吧 他俯身低头 取出自己的内丹 在项羽身上游走欲收 又收回体内 对我说 这样大概 能让他多支撑一下 具体有什么效果 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抓紧时间 去找材料 如果需要帮忙的话 随时可以告诉我 虎骨还有事 我就先回去了 南宫非燕和那几个狐狸精 带着马九走了 剩下我和冷青羊 小白还有可可 抬着重伤昏迷的项羽 缓缓地向山下走去 当然 冷青羊也是个伤员 他被古王的小蛇咬了一口 虽然古毒物自动解了 但是身子还是很虚弱 刚才勉强和马九闹了这么一出 现在 也有点摇摇晃晃了 于是 这台人的活 就落在了小白和可可的身上 可可皱着眉 刺着牙 很是不情愿 不过也没有拒绝 老老实实地和小白 一前一后地 抬起了项羽 走在后面 而我 扶着冷青羊 一边走 一边 问起他 冲进古物之后 所发生的事情 冷青羊 没有说得太细 只是告诉我 最后的关头 他连发了两枪 一枪干掉了古王的银铲骨 一枪洞穿了古王的胸口 但是不知道古王用什么奇特的古术 居然中枪不死 居然还放出了那条小蛇 几乎和冷青羊开枪的同一瞬间 咬上他的手臂 他说 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 他恐怕已经要挂了 我笑了一下说 如果不是他缠住了古王 恐怕我们也没有这么容易得到胜利 我们下了山 来到村贼 找到之前那一家 那两口子一见我们这丢盔器甲的样子 忙在农村里 找了车 其实是个拖拉机 但是也只能将就了 给我和项羽 垫上了厚厚的被子 一起坐在拖拉机上 突突突的开始了我们的返程之路 关于那红衣少女欧羊羊的住处 冷青羊居然也知道 他让拖拉机直接开到了城郊界处 找到了一个荒僻之处的小树林 林子边上 有一家独门独院的红砖青马的小院路 冷青羊适应我们不要乱讲话 然后抬手敲门 三声过后 院门吱压一声打开了 站在门前的是那个红衣少女 他还是那身打扮 见了我们站在外面 又看了看我们抬着项羽 顿时明白了什么 立即道 快把他抬下来吧 我们吭哧吭哧的 把项羽抬进屋子里 放在欧羊羊指定的位置 他走过来仔细的看看 回头问我们 古王干的 我摇头 不是古王 是一个会练古董做药的家伙 给他身上撒了花骨粉 欧羊羊哑然 化骨粉 炼古人 那家伙居然还没死吗 我怎么记得我爷爷曾经说过 二十年前就杀掉他为民除害呢 我叹口气 不瞒你说啊 我也以为他几年前就死了 那次还是我七年所见 所谓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这句话真有道理 不过他现在已经被我们捉住了 插翅也飞不掉 冷清阳也说 没错 这家伙是跑不掉了 所以我们才过来 想找你看看 能不能帮忙 把他所中花骨粉的奇毒物 给解了去啊 要不然的话 他恐怕活不过两天半了 欧羊羊一听他这一说 不由皱起了眉 我把手中的壁毒株递给欧羊羊 说 古王已经完蛋了 这东西物归原主 感谢你的帮助 要是没有这宝贝 恐怕我们就要大费周折了 不过 花骨粉的解法 冷爷已经从那个炼古人嘴里知道了 所以 现在需要的就是抓紧时间找材料 冷清阳说 是的 我已经问出了解药的材料 基本上 在城里都能搞到 但是有一样药 却是很难找到 我也点头说 不错 炼古人所说的材料里 有一样东西 却是很难找到 那个东西就是 冷清阳把话接了过去 是孔雀丹 欧羊羊不断地转动着脖子 看着我俩说话 左一句右一句的 最后把他听迷糊了 剁脚道 哎呀 要不你们一个人来说 一人一句 我都迷糊了 冷清阳笑了一下 简单的来说 我们现在 想要救项羽 急缺孔雀胆 孔雀胆 欧羊羊低头思索了一下 说 你现在把所有的解药配方 都写出来 给我看看 冷清阳应了一声 便去找了纸笔 迅速地写下一个药方 递给欧羊羊 欧羊羊揭在手里 一一看去 到最后的时候 眉头却是皱成个大疙瘩 我心里很好奇 也凑上去看 冷清阳写的字 龙飞凤雳 跟药房先生 开出的天书药方子的 没有几个人能认识 只是大概的能认出来 里面有几位中草药 至于别的东西 就看不出来 欧羊羊显然是能看懂的 她从头看到尾 表情没什么变化 但是最后 眼睛却盯在了那孔雀胆三个字上 思索了一会儿 抬头道 你觉得 孔雀胆是什么 她问的自然是冷清阳 冷清阳愣了一下说 怎么 你不知道 孔雀胆 不就是那种有剧毒的 长得有点像孔雀胆形状的甲虫吗 欧羊羊缓缓地摇了摇头 我开始也以为是 但是看了这个方子 如果这里面 要用上孔雀胆的话 绝对不是 救人的解药 而是沾上救死的奇毒 我们顿时大惊 冷清阳目瞪口呆 我愤愤地骂道 好个麻酒啊 这个时候还敢糊弄我们 故意让我们调出这害人毒药来 我去找他 我说着 就要往外走 准备去天虎谷 把麻酒给抓来 欧羊羊去把我拦住了 你急什么 我还没说完呢 我的意思是说 这里面如果用上剧毒孔雀胆 那就是毒药 可是 又用上另一种孔雀胆 那才是救人的良方 我心里又生起了一丝希望 王说 那你所说的孔雀胆 你这里可有 欧羊羊摇头 不好意思 两种孔雀胆我都没有 我虽然通巧解毒的法子 但是 我可没有毒物 至于另一种孔雀胆 更是世上难寻的东西 不过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 肯定有这种能救人的孔雀胆 什么地方 我和冷静羊同时问道 那就是传说中的浮原斋 欧羊羊缓缓说道 我傻眼了